在我们之前国际上像俄美建立的都是两生物链环的系统 所以两生物链环就是植物和人 而我们建立了一个四生物链环的系统 那么里边包括植物 动物 微生物和人 这样我的系统的稳定性和闭合度都会大幅度的提高 这也是世界上首次 我们组里边有一个是管小麦等粮食作物的 另外一个是管蔬菜等 还有一个是管健康监测 并且还有物品的管理等等 我主要是承担固体肺部处理 尿液处理 还有节感粉碎 小麦脱离 食品加工等等 到星球基地它要长期的运行 这个时间里会有多个班次的航天员 或者是我们去的旅行人员来进行换班 那么在换班的过程中 每个人的消耗是不一样的 包括他的呼吸代谢等等 各种消耗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 我们这个系统是否还能稳定运行 那么这些问题我们如何进一步地解决 这是我们这次要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中文系统的可靠性评价方法体系 我们非常大的鼓励 月宫365舱内实验志愿者 我这次要研究的问题 你